债基三世漫牛 神舟厨艺 夏连市 京生户大盘卧虎 奥运皆春 横批 匹吉泰来 244号春联 上连市 续航双百年 竹梦游天游进道 夏连市 再上六千点 攻坚更振 武精神 横批 春雨心愿 慈牛迎虎 让我们有春联 祝福2022 虎虎声威 御虎迎春 让我们有春联 祝愿A股市场 苦力全开 品春联 闹元宵 更有多重互动行礼等着您 第一财经 拥抱虎宁之春雨心愿 春联进行时特别节目 2月15日18点 农历元宵佳节 与您共团圆 金牛慈岁千仓满 玉虎迎春万事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玩宵节快乐 这里是第一财经 春雨心愿 春联进行时 元宵节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 在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邀请屏幕前的您 和我们一起来品春联 闹元宵 当然了 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众多的人气嘉宾 来为大家送上虎年A股的全新展望 所以呢 大家从现在开始啊 就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第一财经春雨心愿元宵节特别节目 在这呢 首先我要先来考考我身边的袁老师 又考我了 是 有一个考题了 想来问问您呢 今年啊 您知不知道咱们春联进行时已经是进入到了第几届了 这个我还真知道啊 12届了 从农历的一个生肖的一个情况来看 正好是一轮 同时呢 我身边的杨子老师 我们都知道啊 春雨心 春联的一个进行时啊 他已经连续许施了12月 是啊 要给你手工点赞 点赞 这个赞啊 我觉得是送给我们股民朋友 也送给我们观众朋友 更是送给我们中国证券市场这12年的新路历程 没错 子丑阴谋来了一圈 哈哈哈 真的是 那其实我们说呃 子丑阴谋来了一圈这12年 我们有哪些感怀呢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春联进行时走过的这一轮 又到一年元宵节 又到春联进行时 从2011年兔年春节开始 第一彩经春雨心愿春联进行时活动 举办至今正好12年 12年来 节目组收到了广大观众参与发来的 数万条春联作品 大家用春联的方式 谈股市 品年味 弘扬传统文化 发表新年祝福 而在每年特别节目中亮相的那些嘉宾也令人难忘 2011年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 赵桂德老先生 现场挥毫泼墨 一幅奔马 潇洒飘逸 2012年 东方卫视知名主持人洛新和侯宁 蒋昌健等财经名人们一起庙宇连珠 去年 更有国家级亲子大师陈爱明 民间传扬简直艺术家福兆额的现场展示精妙技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魅力跨越时空 12年来 更有众多春联作者或是亲临现场或是短视频拉票祝福 他们有的是退休老人 有的是清华学子 有的是外企白领 他们的春联作品无不承载着对中国股市的美好向往和阴阴期待 人影虎年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今年又会是哪条春联最受大家的喜爱呢 我们一起期待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 我真的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这12年咱们春联进行时真的是进行的是精彩分成 而且每一年的春联活动其实也都包含了那一年 投资者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那么在2022年虎虎声威春联进行时的活动当中呢 我们是收到了共来自全国以及海外的近千幅春联作品 在经过了两轮的激烈角逐之后呢 最终是有三幅春联作品脱颖而出了 那现在咱们就抓紧时间 赶紧来看看到底是哪三幅春联 2022虎虎声威春联进行时三强春联 6号春联 上联市牛温虎乐 稳增长共创伟业 下联市丑去迎来 促循环再展宏图 横批鼓力全开 32号春联 上联市赛道运道 勿望酬勤 视为天道 下联市空头多头 当为强国天足尽头 横批小伞大惊怀 183号春联 上联市古寨鸡三式漫牛 神舟厨艺 下联市京生富大盘卧虎 奥运皆春 横批 匹吉泰来 好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大家可以登录到第一彩经今日股市 糖果论金公司银行业 以及有看头家微信公众号呢 来为您喜爱的春联作品来进行投票 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呢 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40分 我们将会根据四个公众号的累计投票数 来决出最终的前三架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黄金三角石也要按照惯例啊 来给各自选择的一副春联来进行拉票 是吧 我们首先呢 先来听一听杨子来选一副吧 同时也说一说自己主持12年春联进行时的一种感受 其实我们去年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对名 大家还记得吗 杨子是三杨开开队 没错 袁老师是远见着实队 那我就是掌庭游礼队 那其实我说 我今天要选的是6号春联 因为6号春联呢 可能是来自一位基金经理 因为我们的公司与行业呢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有基金时间相约星期三陪伴大家 我相信啊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我们将有更多的投资理念和大家来一起分享 好 你听刚才说 其实12年我觉得有很多 比如说刚才回顾的时候 从陶瓷 从这个绘画 书法 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都穿插在我们春雨心愿当中 其实每一幕啊 每一届都有这个都历历在目 那杨子呢 是选择了6号春联 我们来看看 袁老师选择哪一副呢 我选32号春联啊 因为这个春联呢 我看了一下是反映了一个小伞对于股市的一种新声 所以我想选这个 好 那刚好留给我的就是183号春联了 对吧 这个春联呢 也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里面提到了说要期待慢牛 所以也是希望吧 咱们这个市场真的是有一个慢牛 那么在整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除了给喜爱的春联来进行投票之外 您还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有看头家直播间 来参与今晚的节目互动 还有游戏环节 现在啊 大家也都知道正逢北京冬奥会呢 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三轮夺金时刻 只要参与我们的活动 就有机会呢 是吧 金虎送福的好礼来赢回家 那现在是不是掌庭游礼队要上场了 是不是要让我了 掌庭游礼有请 好 那么马上呢 就进入到我们的掌庭游礼队啊 那么如果说呢 在进入到掌庭游礼队之前呢 大家肯定想要知道 整个人在牛年 其实是不是咱们要先来回顾一下 牛年的A股呢 咱们通过一条短片共同来了解一下 2021新年一时 A股市场整体延续核心价值篮筹领涨格局 上振武林指数作为两市领涨标杆 以贵州茅台为主的核心资产效傲两市 然而 当大家还沉浸在九相四溢的毛指数行情下 风格切换随即在牛年首个交易日突如其来 以宁德时代为代表 双探目标为引擎的风光变储行情揭杆而起 双探皆可为 提财股的春天正式拉开序幕 行情躁动 热点此起彼伏 自今推手尤为重要 机构投资者成为发动系列行情的主要力量 抱团则是关键手段之一 新基金发行数量不断增加 买机热潮涌现 日光机成为新名词 日均成交过万亿逐渐成为2021年下半年行情的标配 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博弈变得愈加激烈 投资风格上的转变也使得市场上行业和板块之间 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连曾经作为市场无风险投资收益之一的党新 也悄然发生变化 随着新股发行巡价制度变化 新股破发潮起 气构现象逐渐加剧 无独有偶 一面是题材股不断创新高 另一面是机构持仓保持高位 加之没有增量资金入场 终于让奋提及持的结构牛皮态尽浅 人宇宙和数字经济 作为牛年碎尾的两大热点概念 为正在切脚的行情注入些许动力 进入2022年虎年 A股是否会延续结构性行情 机构投资者的主导地位能否得到巩固 双碳 专精特星 元宇宙和数字经济等概念 能否继续笑傲江湖 全市场注册制预期背景下的A股 会否开启崭新的篇章 这些提问我们唯有等待市场 给出自己的满意答卷 好 那么在看完了咱们游年A股的回顾之后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虎年其实一开局 咱们看到市场出现了调整 那么接下来在虎年的市场 到底还有没有结构性的行情了 还有没有些机会 大家可以去重点去把握了 要来隆重的请出我们掌庭游礼队的三位嘉宾 大家对他们三个简直应该是太熟悉了 当然也会非常喜欢 分别是杨敏 编峰伟 还有潘敏利 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元宵节的特别节目 那么今天三位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春联 稍后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三位准备的春联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有看头家直播互动区 就可以实时的来向我们的三位嘉宾来进行提问了 我们也会在现场挑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关心的话题让他们来回答 这里特别要提示大家是在有看头家直播互动区 所以欢迎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好 那么来看看几位给我们准备的春联好不好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我刚刚说到就是春联好像每一年都能感受到 是我们能够反映出这一年投资者的一些点点滴滴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反映出你们对于市场的一些看法 杨敏的春联是什么 我的春联只能反映到就是我可能看市场的一些方法 我的春联是A浪跌B浪 乘风破浪 慢牛快牛牛牛送福 短多或长多得春最多 腐虎猛虎虎虎神威 狠批虎年大吉 虎年大吉A浪B浪乘风破浪 这也其实跟大家对于杨敏的熟悉 因为也是经常通过技术 然后给大家来研判一下市场 而且很多观众也会说杨敏的这个观点非常准确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很客观 而且愿意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种真实的看法 来听听编老师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春联 我的春联上联是老牛踏翠 春波堂上 涨跌问道 下联是猛虎龟山 同乐房前 红绿纷争 涨跌问道 红绿纷争 我想这就是很多投资者在这个股市里面 我们今天还说股市如人生 人生如股市 就是在红绿之间不断的 这个一年又一年 时间过得很快 对 就是我觉得股市的魅力 其实也就是因为它的涨涨跌跌起起伏伏 然后我觉得大家在股市当中 永远希望找到的就是那个确定性 但实际上每一天的市场 其实它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很多投资者可能在股市里面 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人生就是在股市 很多老股民你去问他 他依然能回忆起九几年 两千年的每一波行情 我觉得也是浓缩的精华吧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股市是 对很多投资者 也是个特别美好的陪伴 当然也像我们的节目一样 能够一直着陪伴着大家 然后在元宵节这样的一个佳节当中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和大家共同来品春联 闹元宵 研判接下来的市场 再来听听潘老师 给咱们来说一说您的春联是什么 好的 实际上我这个不是春联 他们都说不是 我觉得但是比较对仗 我这个春联描写的是一种打法 是这样的 就是打不过就逃 宝本最重要 然后夏联是这样的 就打得过就打 富贵险中求 横批是虎口脱险 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 也能智取微虎 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对仗语吧 也称不上是那个春联的格子 在这里也希望就是每一位投资人 因为我们的股市现在就变得有点复杂 然后希望大家在打法上能够就是多多注重 比如说能打我们就打 不能打我们就休息 然后实在打不过 我们就基本上也能够止损 把本给保住 这是我的一个对联 其实帕老师的春联 一直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你看咱们三位其实有方法 然后也有感受 当然其实最后也有一种答案 或者说其实股市 也很多的就是要跟随大家 自己的这种性格 包括市场每天也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不能要求说市场跟随我们 但是我们也去不断的 每天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市场 说到适应 咱们就要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了 牛行虎步 虎年的A股是否依然牛市可期 其实在过去的三年 我还是挺有这个信心的 或者说我也挺坚定的 我一直觉得说 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 说的大一点 乐观一点 叫做结构性的牛市 但是站到今年这个时间点上 我好像没有那么强大的自信 是不是还是牛市可期呢 我觉得需要听一听三位怎么看 大家也可以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也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 杨敏怎么看 我觉得牛市行情的话 可能从开年来看的话会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一个震荡结构性行情 还是可以看到的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 开年的时候是浮虎开局 或者说是如果有些投资者的话 可能是虎口脱险 那么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需要智取卫虎了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 无论是毛指数还是宁指数 调整都是超过30%了 那么后面一个阶段相对来说 又会好一些 那么整体的话 今年我觉得是一个比去年 波幅扩大的一个震荡年 就是去年应该来讲是 这个A股市场 开始以来波动最小的一年 那么今年的话 正常应该是一个波动率回归 波动率放大的一年 所以虽然说就是咱们虎年一开局 可能市场的波动很大 但是接下来你对市场 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我觉得第一个的话 其实我们从无论是18年 还是15年 还是之前几轮就是调整比较多的 这些市场的一个过去数据来看的话 每一轮调整比较深之后的话 其实一些行业龙头 包括一些毛指数相关的 比如说细分行业龙头吧 调整的幅度基本上是在40%以上 而这一轮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像毛指数 凝指数 包括其中那些比较熟悉的牙毛 然后酱油毛等各种行业的 一些细分龙头的话 应该来讲是回撤30以上 算是起步的 然后50也不少 所以从就是细分的一些 龙头的一个回撤幅度来看的话 其实无论是成长方向 还是说毛指数的一个价值方向 调整幅度都已经是比较大了 好那咱们来听听鞭老师觉得 结构性的牛市还可以去期待吗 对我觉得过去三年的这个市场 其实有一样东西是最确定的 就是流动性 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18年2400多点起步的 然后虽然经济遇到了 这个全球的一些变化 但是海外的这个流动性 和国内的流动性是双向宽松 应该说在这三年里面 大家是承受了水漫金山 一样的一个流动性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所以从今年来看 其实大家看到的不确定性 一个就是美联储的架息 这是确定的 从可能三四月份就会 每个月大家就会看到 这种加息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所以流动性在全球来看是收缩的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李婷提到的 就过去三年有很多的行业 其实在流动性的冲击之下 其实都长得不错 所以今年一定是更为结构性的 结构性这个词 过去三年反映的 其实更多的就是市场大了 所以你即使再好的流动性 我们也很难看到像 像0607年 像1415年这样的全面性的 一年涨个上千点的这种行情 也很罕见 所以今年我想我们会更看到 细化的结构性 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关注均衡性 在流动性相对的 不如前三年的情况之下 今年是不是有一些 前三年没有涨过的 或者我们说在疫情里面 受损比较大的一些行业 在今年是不是会有些修复 我们也看到海外市场 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成长啊价值啊 包括我们说海外市场 一些前几年比较弱的一些行业 慢慢慢慢有些复苏 所以今年我想可能大家的思维逻辑 我们之前写的篇文章叫 从相对收益到绝对收益 如果说前三年是以绝对收益为主 那么今年我们先考虑相对收益 相对收益就是比别人跌的少 也是一种不错 然后在相对收益之下 来考虑绝对收益的获取 就是今年一定它还是有结构性的机会 但是好像这个结构性的机会 比前面的三年要更精华 更浓缩 或者说更不同 对吧 其实过去三年确实涨了很多成长的方向 我觉得在我们其实在元旦的那期特别节目当时 我们很多嘉宾也提到 首先大家要跳脱出过去三年的这种 结构性牛市的一个市场的表现特征 来听听帕老师 帕老师怎么看待 是不是对于咱们这个虎年的A股的结构性牛市 还可以去期待一下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就是从我们连续两个月的下跌到现在 我觉得股市是被打了个春天 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连续震荡下行 是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前面有可能我比较谨慎一点 或者一直看空 然后上周开始转向一种谨慎乐观 那么到了今天 因为今天正好是元宵节 然后在连续的下行之后 我想表个态我看好 我觉得非常看好 您是非常看好 对我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个从顶底的上阵指数的 K线形态上来看 就是我们在去年12月13号 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到过 就那根K线是一根很突兀的 悬挂在上方的左右都有跳空缺口的K线 然后走到今年的1月31号 就是出现了这样一根K线 是一根底妆线 然后上阵指数在目前的位置上 已经出现了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就是3350到3550 有可能未来我们上阵指数 就会在这个区间之内 反反复复的运行 是这样的 这是对上阵指数 那么对创业板指数 我们以前也做出过预测 基本上是对1100多点到3500点的 这样一个上涨的三分之一的调整 当时我们测出来的位置 应该是在2778点 然后现在位置已经跌破在2710点 那么未来 我觉得创业板指数也会在20月均线 到30月均线之间 就在这个区间之内反复的波动 也基本上达到了级我 另外我们从流动性的数据上 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M2 就是这一次1月份是9.8 然后M1是负的1.9 这是第一次看到的 然后之间的差值应该在11.7 然后我们每每看到 就是这个剪刀差很大的时候 都会后面都会有一些行情是这样的 比如说类似像96年 类似像06年 类似像09年 那么这一次的11.7 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我们的市场 也会达到一个相应的极限 当然后面有可能也会有反复的波动 有一些小的折腾 但是我认为大的震荡 应该已经过去了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观点 好 那就是帕老师相对于其他的两位 可能相对来说是更乐观一点的 那么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还有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家的 直播互动区 来向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进行提问 我也会选取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来问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我看到一些观众 给我发来了他一个感受 他说他 我刚才说到咱们这个节目一直陪伴大家 他也说 其实关靠我们的第一财经 也有20年的时间了 他所总结出来的 就是操作 或者说投资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 多看少动 手中有骨 心中无骨 这说的其实可能是他的一种操作的思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首先要问到的是边老师 当然刚才是有很多表扬的 说这个几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直接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边老师 稳增长怎么看 我觉得好直接 但是今天好像周期 或者传统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调整 然后他问你的问题是 之前长的时候让他们不要追 对吧 现在调整了 是不是应该逢低去关注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稳增长 我觉得是今年比较确定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在市场上来看 现在还是从慢慢的分歧 走向统一的过程 但我觉得这个方向今年 或者说上半年 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大家只是要在稳增长的过程里面 找到那些细分行业的业绩的落脚点 这一点可能是今年比较重要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稳增长是12月份以后 工作会议定调的 所以现在大家对政策的预期是比较强的 大家现在对稳增长的不确定性 是在于业绩的空间 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可能稳增长不同的行业 它的业绩的落脚点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业绩的拐点 可能分别会从 比如说三月份一直到九月份 它是不同的行业会一个一个冒出来 所以其实现在是做预期 所以预期的过程里面 它的反复就会比较多 等到业绩这个慢慢慢慢的曝光以后 它的相对的涨势 在那一段会相对的更顺畅一些 所以大家可能要在不同的细分行业里面去找 第二个呢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前两年一些相对比较弱的行业 我觉得今年大家要去看一些 比如说互联网 比如说旅游酒店 比如说金融 这些行业都是在前几年的宏观环境下受损的 那今年的宏观环境是很明确的不一样 一个就是国内的经济数据 和前几年正好是相反 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加息周期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下 美联储在这样的加息周期里面 大家会发现最近走强的海外的股票完全不同 比如说海外的金融股连续创新高 我们的港股的汇丰已经涨到60了 涨了一倍 美国的富国美国银行都是大幅度的上涨 第二个是最近的大宗走势也很强 同旅的价格都开始走第二波走强 这些变化我觉得会慢慢的映射到我们的A股 只是大家现在可能资金结构的调整没那么快 我们要有一些时间耐心一些 好 这个是问到稳增长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问杨敏的 赛道股今天出现了反弹 锂电和半导体现在可以买起来吗 怎么看 我先给答案吧 我觉得可以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在其实今天之前的 今年所有的节目当中 其实都是说一季度的话 是成长和价值的均值回归 然后价值占优 但是其实从昨天开始的话 这个偏价值的东西开始调整 然后我说一下为什么觉得 就是成长这边会有一波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从昨天开始的话价值类的一些品种 就是按照赛道拥挤的一个角度的话 它是有一个成交额这个加全市盈率的一个占比来看的话 它已经到了一个区间波动的向下两倍标准差 那么也就是其实短期来讲的话 低市盈率的个股的一个拥挤度太高 所以导致了短期的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 那么如果这些资金出来的话 又在相对指数低点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去潜伏一些前期成长方向 调的比较多的品种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 创业板今天是已经是出现了 就到了2700点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 而2700点的话也是我们之前说到 第一调整目标位基本上是0.382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能出现反弹的话 那基本上创业板应该来讲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反弹 第三个的话就是 我们如果从前几次涉容数据出现一个脉冲之后 这个成长和价值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们是看了过去六次的一个 涉容数据出来之后的一个成长和价值的一个表现 那么它的同一特征的话 基本上是在数据出来之后的10天之内 金融方向相对占优 而在10天之后到30天左右的话 可能是偏成长方向占优 所以这个特点的话也是供大家做参考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数据出来可能是在三五天左右 但是应该来讲后面的一个成长 正好调了比较多了 那么应该来讲也会有一波 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了 所以你是觉得现在成长这个方向 大家是可以去问一下的 我觉得是一个偏短期的一个反弹 当然就是后期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在三四月份的话 在美联储加息落地的这一两个月的话 这一两个月还是要小心的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过去几次联储 第一次加息的时候 相对来说那几个月份 都是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风险 比方说这个04年6月份 比方说15年12月份 那么这个在三月份和四月份的话 相对要小心 而从短期二月中旬到可能三月上旬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时点 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问帕老师的 当然首先是给帕老师点赞 说帕老师在之前就年前的时候是看空的 然后现在开始翻多了 大家觉得好开心 这个帕老师开始看多了 那如果您看多了认为大家现在是不是可以大胆抄底 我觉得从现在角度上来看 仓位可以重一些 然后基本上如果说有现金的话 如果说年前基本上资金都已经出来 有现金的话现在可以买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然后从买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反而觉得就是在我们元宵节之后的一段时间 这个市场的行情有可能是大部分股票都会出现回稳 或者都会出现补涨 除了就说比如说有一些指标股前期支撑的很猛 那么短期有可能会有震荡会有回途 然后随后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于有一些 像创业版的有一些品种 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 这些品种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种就是想要开始参与反弹的这种感觉 虽然说今天有一些旅游板块还是震荡的比较厉害 但是我觉得从节奏上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去形容 从那个春节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把交易日分成单双单双这样分 比如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当然当中有星期六星期间把这些给扣掉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就是所有冯霜的交易日都是上涨的 这也有规律 我觉得就是而且盘面当中 我不是说指数上涨 我是说冯霜的交易日都是有指标股表现 然后大部分股票出现上涨回稳 都是大家去找一下这个规律 有一些异动 然后冯单的都是有指标股会打压的 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明天又是一个 基本上我们也可以今天是冯霜 明天又是一个冯单 如果明天冯单的交易日不再出现指标股打压 那我觉得这一轮行情的一个震荡下跌 就基本上彻底结束了 然后大家可以大胆地买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当然从买的角度 我们这边也不方便去推荐任何股票 买手中的就可以了 好 但是也有网友问到了 说到底什么板块值得参与 这个稍后我们来说一下 有网友问到说到底现在主线在哪里 如果你回顾过去的几年 其实非常明确 对吧 先是白酒 然后医药 然后再到新能源 最早2019年底的时候 那一波是半导体 但是今年的这个主线到底是什么 稍后也来听一听几位的回答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有看头加直播互动区 来提出您关心的问题 我们也会请现场的三位嘉宾 来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么在分享完了嘉宾的观点之后 咱们来看一下 截止到目前咱们三强春联的投票的情况 那么分别是 1号春联122票 2号春联278票 有3号春联 是469票 那也就是说 我刚刚选的是183号 对吧 就是相对应的 就是第三号春联 所以希望大家呢 继续呢 来为您喜爱的春联投票 当然了 也希望您可以为我们刚才 掌停游礼队所选择的183号春联来进行投票 那么接着呢 那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的夺金时刻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今天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有喜事就由老凤翔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 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案例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加值一算 今日一开盘 不可以要动啊 关键成的股市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了你 求我了你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当起初春 月满元宵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们春雨信愿 元宵春联节目的特别节目现场 那今天呢 我们稍后将进入的是 我们第一轮的夺金时刻 今天啊 在我这个直播对面呢 做的是我们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语言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也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王群老师 王群老师您好 您好 您看啊 我们说第一轮的夺金时刻 就要请您来先出个上联 然后我们再慢慢聊春联 好的 我出个上联 我们赶一下时髦 赶时髦 雪融融 为奥运增天光彩 雪融融 为奥运增天光彩 对 正好为我们这个冬奥会的健儿们加油啊 那这个上联出了 那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互动方式 把您的下联发给我们 一会儿呢 王老师会随时点评 我随时点评讲 其实王老师 我们这个春联节目啊 已经进行了12年了 刚才您也知道了 其实在12年当中 有好多这个股民朋友写来春联 包括这次也是啊 您看了我们这次 大家写的这个春联以后 有什么感想 您是做语言工作的 我首先感觉到 用这种这个当今的民生的经济 财经节目和这个传统的文化 那么有机的嫁接啊 是个非常 我不说大 有意义 不说 至少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看了一下这一年的那个 你给发过来的那个十强 包括最后选出来的前三 我觉得质量比以前有大大的提高 其实在这个规则当中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情况 就是我们每年啊 可能股民朋友特别想通过春联 表达对市场的期盼 对正本清源的这种呼吁 就是他们创作这个春联啊 可能跟我们这个语言传统意义上的春联 在格律对账上啊 可能没那么严格啊 可能有一点稍微可能有点偏差 您对这个事怎么看 我是这么看的 这个本来这也是个新生事物 一般春联财经内容不太写的 也没那么具体 什么股票基金都得写进去 这确实是要嫁接 要自然嫁接 就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既然你说是春联对联 它对联 它有对联的联律 就好像我们参加奥运会 这个节目那个节目 这个项目那个项目 它都有规则 如果说单看内容 不看规则 那么你平时自己玩可以的 如果要参加这个评论 一个为了遵守规则 把这个春联写得更像春联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公平嘛 大家两者都兼顾 一个是思想内容 二一个是形式和格律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评 它就比较公平一些 我觉得 您可以宽容是吧 对对对 对我们这个财经春联 您觉得可以宽容 可以略微宽容一些 其实这次我们的这个三强春联出炉以后 我看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细致的一些标注分析 您一直是做这个语言工作的 语言学工作的 在这次我们的三强春联当中 您觉得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吗 我觉得这个三强 我看了一下 如果从这个内容和形式格律来说 三个都有各个特点 特别是你说像这种命题的春联 首先你要切纸符合这个内容 第二个在哪呢 第二个就是巧妙 巧思 巧思妙小的 我觉得这个三副对领啊 基本上至少是切合体质 在妙合方面是做的不错的 我举个例子啊 先举183号的那个 183号这两个 183号的 它是叫股债基 这个是缩写吧 我看就知道股票 股市债市基金 债券基金 这个经验的很好 三叔慢牛 那个慢牛我领会啊 我以为我这个财商很低 不吵股票 我估计就是说这个股票的市场 慢慢涨 它这个很稳定 很稳定 是这个意思吗 稳中有升 然后呢有这个联想到 更大的一个背景 就跟今天的形式相结合 叫神舟厨艺 那么夏莲呢 它又是一个 简略的金身库 然后是大盘 一个是说它的稳健 二一个 我理解就总的来说 这个股票是不是说 它这个 现在还没起来 还没起来 它很有潜力 很有潜力 对吧 理解得非常正确 然后它最后还是跟我们这个奥运联系在一起了 背景出来的 叫奥运 结春 这个很巧 就是它里面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 就我们说的这个大背景 说的 我们说跟这个民生财经 它结合得很好 所以我说这个构思很巧妙 还有一个就是它好在哪呢 好在我们说除了思想内容好以外 还得有一个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问题 宽一点还是延一点 公一点还是宽一点 那么就格律的问题 那么这一幅对联 它基本上是完全符合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字数 它的磁性 它的结构是相同的 完全工程 这个叫美学上讲 它叫对称美 你看啊 古寨基对金申户 三叔慢牛对大盘卧虎 神舟厨艺对奥运 结春 不仅是字数磁性 而且结构 三叔慢牛对大盘卧虎 主位结构 下面也是主位结构 您觉得是一幅好量 这个就是说 这个无论是内容的构思上 还有从格律人来说 无可调及 包括它的横拼 体极太来 它这里边也有凭着的一个交错 对错 极普通话是念平生 但是按照中国音来讲的话 它是个入神 箭念上海话的一念 或者扬州话一念 皮箭铁蕾 它有韵律的 对 上海人一念 鼻 鼻 给鼻不打 我再走了 鼻 剑 它来剑 它是个入神 所以它这一幅 从两点评价的标准来说 都是不错的 那么第六和三叔二 我个人的看法 它们的构思 还是很巧妙的 当然第一个问题 就契合主题来说 没有问题 比如说第六 牛奔虎乐 稳增长 共创伟业 下年是 丑气引来 促循环 再展宏图 横批是 虎力全开 这个动感也有 动感也有 内容没问题 也很契合 而且很巧妙 对吧 很巧妙 我特别觉得 巧妙什么的 它巧妙地换了一个字 就上海话 叫后力举开 这个虎啊 火力全开 火力全开 没问题 这就巧了 好玩了 很有趣味了 问题是在哪里呢 就是有一点 还有提高的空间 比如说 牛奔虎乐 对丑去引来 没问题 这平这 对这平 那个节奏点 奔跟乐 去跟来 但是下边的第二句 稳增长 跟促循环 实的结构不对 稳增长 它是偏振结构 那么促循环呢 动兵结构 就是这儿 可能有一点 小瑕疵 可以提高 可以提高 是吧 完全可以换个字 叫双循环 它也是辩计的 如果稳增长 对双循环 没问题了 还有下边 共创 创业 这个节奏点 都是色声 你把这个创 改成一个 共心尾业 就是评色 这个 一个层次感 这个对联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 一个就是一个对称感 实性要一样 结构要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评色 它要有个变化 有个称赤感 就是韵律和节奏 都要有 对都有了 那么 那王老师 虎利全开也很好 你看啊 刚才我们的雪茸茸 为奥运增添光彩 对 就是大家 也正在对这个夏点呢 就是大家 我们的这个 第一趴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虎利全开啊 希望大家呢 多多参与 虎利全开 虎利全开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时点上啊 把您的夏脸 给我们发过来 大家现在就可以 扫描平中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有看头家 直播间 把您的夏脸 发给我们啊 别忘了这个空间啊 是怎么一个联系方式 在今晚节目的 尾声阶段呢 我们将由 上海音乐协会 选出最佳的夏脸 作者呢 将获得 由第一财经送出的 马上有财金币 马上有财金币 那其实王老师 您能不能给出 一个夏脸啊 就是给一个 示范夏脸 这个雪茸茸 这个 我这个呢 也属于 刚才讲的 可以宽泛一点啊 我也属于宽队 或是空队 宽队啊 就是雪茸茸 那个它是个 融平声 最后的结尾 踩 它是个字声 这个一句里边 上半句和下半句 它也要平字 错开的 你后面是字声 前面那个融 一定要平声 那么要求下边呢 那就说 一定是 前半句是色声 后边是平声了 那么但是我想到 雪茸茸下面 就是有一个现在 平敦敦 对啊 是吧 平敦敦 平敦敦 叛剑儿 平地 捷报 平地 捷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天和地 对吧 彩和报 平色 它也错开了 那其实王老师 这一次我们在十强春联当中 也有几幅不错的 最后呢 没有到三强 对 可能就是有一些小遗憾 比如说有一幅就是说 我们是迎仙姬那一幅 您还记得吗 那一幅也不错 好 这个是地 边号是四号 对 四号春联 对 这个是不是 我听到我们评委老师 在评的这个过程当中 说这个迎仙姬啊 它是一个三平 这个在春联当中 是一个大忌是吗 是这样的 就是上连和下连 上连的最后三个字呢 记会的什么呢 记会的是三连测 三连测 三个测身 你就没有变化了 变化是运动的东西 是最有吸引力的 那么三连测 然后下连的话呢 记什么呢 记三连平 三个平生 所以一定得想办法避开 那么这个你说的那个叫 我记下来 放眼全球 多元配置 聚财器 做多 中国这个多得解释一下 它这个多不是形容词 这里我还稍微学到一点 是讲的股票的多头 它是个名词 可以放眼对做多 全球对中国 多元配置聚财器 应该是下面 如果对的好的话呢 就避开了 长线布局 银仙机 银仙机 这个只要动一动 一个什么字 我要动的话 就给它动了一个中间的那个仙 银气机 银气机一下就把三瓶给破了 三瓶就破开了 是的 这是个大机 是的 太感谢了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今天精彩的点评 刚才呢 我们也分享了 掌丁油理队 对于牛年市场的展望 下面呢 我们来问问嘉宾们 哪些板块 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当中 要重点关注的 那么我们这一节呢 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广告之后呢 李婷将继续为您送上 后世的板块选择 一会儿见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突败风华 经典力求明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新老客户新的一年 如辅天意更上一层楼 佳园装潢 上海本土老牌装修企业 设计 石工 建材 夹电 软装 事后一站式服务 现在马上拨打 688 68828 咨询装修报价 与愿免费上门良房 新年新气象 好房 好心情 佳园装潢 全市统一价 套餐无增项 杜绝隐形消费 佳园承诺 水电隐蔽工程 终身免费保修 所有翻新施工项目 终身维修 现在立刻拨打官方电话 688 68828 或扫描二维码 预约家园一站式装修 新房装修 老房翻新 就到家园装潢 卖早了卖早了 这票怎么又涨了这么多了 哪个票啊 给我看看 又没抓住啊 关键是质上一点的时候 我就拿不住了 心里没底啊 你学一学主声浪选顾法吧 这套方法还是非常经典的 主声浪的特征 选顾原则 四大要素 以及选顾技巧 都收纳集中 选顾买卖不靠猜 用数据说话 多重指标 多重验证 让你更好的判断 主声浪买卖时机 那会不会很麻烦 很难懂啊 图片 文字 一看就懂 哎呀 这得怎么领啊 别着急啊 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了 这套方法 还配合了很多经典的 主声浪案例分析呢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可得赶紧扫码领取 是扫码就领吗 对 扫码就领 领了就学 现在就用微信扫描 屏幕右边二维码 轻松获取这份 主声浪悬顾法 夹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开股业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你为你成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臭我了 臭我了 脚风至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欢迎回来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 2022虎虎声微春雨薰院春联 进行十远消节的特别节目 刚才呢 在首轮的夺金时刻啊 咱们是这个送出了上链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网友朋友们呢 来给我们对下链 我也看到了很多投资者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 都是把他的这个下链发送过来了 所以大家呢 现在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家 直播互动区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在参与的同时呢 也可以来向我们的场内的嘉宾 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 稍后呢 让他们来为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当然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 第一财经今日股市 第一财经谈股论金 第一财经公司业行业 还有我们有看头家的微信公众号 来为我们的三强春联进行投票 从现在来看啊 这个投票也是非常的激烈啊 这个竞争啊 真的是很激烈的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掌停有理队所选到的 183号春联作者 他是如何来介绍 他自己的车联作品 隔屏会友 纯圆叶 借景辽联 拜晚年 很高兴 这次能参加一财的真联 上榜三强的这幅联呢 其实是我写的第三幅 这幅联的大意应该是一目了然 说的是呢 这个牛年的最后股市有回调 但是呢 这一年呢 也有可喜的北交所新开 那么这两件事对2022年 5年呢 它可能孕育着很好的机会 后面呢 是对应着这个当下的两件大事 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抗议 全球的抗议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开好奥运 所以整个这一年呢 它其实反映的是 我们股市和社会环境 国家大事 它是息息相关的 神州抗议的神字是双关语 它其实可以借来点赞 我们中国在全球抗议当中 它有神奇的一个地方 夏年当中的这个奥字 其实我想过用冬奥 但是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奥运呢 因为奥要对神字 这个奥对神字 奥运的另外一个别解 是我们2022年 我们面临的这个 还有很多挑战 所以奥运呢 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悬奥 这个激奥这样一个意义 我希望这个节目呢 能够一年比一年好 希望今后的三强十强 乃至所有的应征者 每一个每一条对联里面 都包含着我们对 迎联文化的这样一种追求 一种思考 一种艺术价值 好 我觉得在这里 真的是要感谢 像周睿一样的很多 参与我们春联进行时的 这些朋友们 我相信他们是我们 第一彩金的忠实观众 同时呢 也是因为对这个股市 也有更多的一种情感 对吧 也是参与了很多年 所以呢 才会有把自己的真情实感 用春联的方式 给传递出来 给表达出来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虎年一史 A股也是出现了 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很多人啊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行情呢 也是啊 是不是能够继续期待 还有哪些的策略 可以去调整一下 在我们的有看头家上面呢 我们就有一位嘉宾 她的这个锦囊 真的是非常厉害 实现了锦囊收益的V型反转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她 也是非常熟悉 就是蔡玲玲 由于疫情的关系呢 她现在身在苏州啊 不能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 但是呢 玲玲呢 也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 给我们发来了 她在年初操作的一些感想 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今年以来市场整体弱势 赛道股的话 都是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展望全年 在宏观扰动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想要取得不错的收益 我觉得首先是需要改变过去 这种过分追逐赛道 淡化估值的这样一个投资方法 并且在操作层面的话 可能是需要更加灵活一点 过去那样 是拿赛道的一个方式的话 可能会在今年迎来比较大的考验 而我的话在今年以来 依然是保持着比较灵活的一个操作方式 在规避交易拥挤的赛道股同时 去在低位寻找一些有预期下的方向 去做一些短线 那么在开年以来的话 也是取得了我们一定的收益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投资方法的话 能够给投资者朋友们带来一定帮助 最后的话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幅春联 上联的话是金牛紫碎寒风镜 下联是白虎银星喜气来 最后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好 谢谢玲玲给我们发来的视频的祝福 那接着咱们就回到场内了 来听一听几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板块方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有网友其实问到了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总结下来 其实无非就是赛道对吧 新东远 另外一个就是说到了 稳增长这个方向 到底它的行情有多大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 到底新年有没有一些新的主线 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这个阶段 讨论一下板块的机会了 杨敏觉得A股新年 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板块 能够成为整个行情的做多的引擎 我觉得现在是就是调整末期 上升初期的一个阶段的话 可能主线没有这么快出来 我们从以往来看的话 主线可能是要在上行一段时间 才会慢慢显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还不用太过着急 先把短期的超级反弹做好 那其实我们想 就是从短期来讲的话 前面我们讲 其实是可以去关注下成长方向 包括之前的赛道 因为其实去年2月份的时候 也是出现过一波调整 那么在调整完之后的第一波反弹 原来的主线 就是原来其实是 以毛指数为代表的这个主线 是出现了一波超跌反弹 那么这一波的话 其实有点类似 就是当机构的这个仓位压到 比较低的位置 包括这个赛道股的拥挤度 已经到了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的话 有一个顺势回补仓位的一个动作 所以短期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成长方向 包括赛道股 然后中期的话呢 我是觉得 其实在调整的时候 可以去多思考一下 就是哪些板块的话 现在调的位置比较低 同时的话 未来的一个景气度又比较确定 那我可能想了一下 想到了有几个吧 一个是ARBR 然后一个是激光雷达 那么相对来说 未来这个景气度还是比较确定 然后呢 这段时间也还在调整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还是更偏成长方向的一些品种 对不对 如果看未来的话 更有大的这种发展空间 对 就是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说 未来赚钱效应会放大的话 或者说 更拒着人气的话 那应该来说 还是会回到成长 好 那边老师也来说一说吧 你觉得新年有这种 我们希望的 就是其实它是可持续做多的方向 你觉得现在有看到什么新的方向吗 其实每年一般来说 走得比较强的行业 大概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内在的行业的景气度超预期 一个是外在的资金面 有比较明显的边际变化 过去三年的核心 它其实就是公募基金的定价权的 这个超预期 其实这也是个超预期 三年存款搬家十万亿到全亿 这是二十多年来 三十年没有见过的 所以今年目前来看是一个评级 所以今年其实 目前很多人说主线没有出来 里面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哪些行业有超预期 刚才我们说到的稳增长 稳增长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超预期的想象力 所以这些东西要在 我觉得要在二级度 因为大家现在认为 稳增长只是托底 如果有部分的行业 能够出现超预期的 比如说大家原来预期是行业增长 可能就两三个点 突然间到两位数 那它可能就算超预期 它的估值就能从五六倍 抬到十几倍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了 这里面我觉得金融 包括一些基建是要关注的 有没有超预期 第二个就是定价权 今年到目前为止 大家其实我们交流了一遍 就是大家都比较担心的 就今年的边际增量到底在哪 公募目前的发行预冷 这到底是一个阶段性的 还是意味着三年的这种 大扩容的搬家 到了一个瓶颈期 北上资金因为涉及到 美元的走势 所以也有点不确定性 所以今年大家看法是 增量主要的增量在哪 是保险的权益率会有增加 还是其他 所以这一块是现在不确定 在这之前就是一个存量 所以短期内我觉得会有反弹 但这种反弹 以这两天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 这种反弹我觉得参与性不高 在里面的人 可能更多的可以感受到 因为你可能就是有波动了 你看到跌了两三天 最近开始涨 我觉得也不